大家好,今天是6月26日 回到明报铺上买新击的时间 今天和大家看一下缺统 看一下加密货币 我们见到加密货币不错 做得上个星期爆了 6月20日 基本上早前有和大家分析 要么你就回落些 要么你就顺势破位 结果它在6月20日 就真的破位了 一口气抽上来 上个星期最高做到31,400 技术表面上就叫帥哥 爬了上来 你预计它会短线回调 但是大跌就应该看不到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回到 30,000以下29,000 你可以尝试短线再加密货币 现在的势势都做得不错 其实今年的Bitcoin 是由低位16,000开始 一月慢慢做上来 差不多上去差不多一倍 走势上来也是叫不错 看起来以太币 它就没有Bitcoin那么厉害 但是同样地 在6月20日 它抽上来之后 都叫承接 现在叫做横行 后市你预计它 它会有机会在6月15日 那个低位 16,832 做了低位之后 慢慢爬上来 技术上面 看看它会不会回调少少 然后再继续向上看 整体上 你看到加密货币 似乎是有资金卖入 似乎仍然都是有一个叫做 投资者 或者有兴趣 继续去看好的Bitcoin和以太币 那么暂时来说 都不是太差的 看看可不可以回调 下回到十天线的地方 给你买 比如Bitcoin 以太币也是 看看会不会回回下去 不是很多 下面1827左右 就是支持位 看看后市是否 回完之后 就可以起动再向上 就是这样 今天就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留言给我 拜拜